大家好,我是陈岳,全球热点深度追踪,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一直以来,西方的道德性被广泛的质疑 双标和霸道几乎伴随美国和西方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 而最近,关于美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再次被媒体报道出来 虽然大家对于美军和澳大利亚军队的非人道行为早就有所耳闻 恐怕他们不屠杀平民,也许才是新闻 但是本频道本着负责任传递真相的职业道德 以及对普世价值的情有独钟 所以,关于美国和西方战争暴行的事情,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桩 只要发声,我们就一定要跟进 不仅要报道出来,而且要大说特说 虽然我们知道西方媒体此类消息要么无视,要么就低调处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实锤的屠杀平民的事件 另外,西方的道德性缺失还表现为为父不仁 最近德国媒体就直接报道,认为西方应该让中国回到贫穷状态 这样中国就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西方就能够继续过安稳日子 但是说好的普世价值呢? 中国人、中东人、非洲人、南美人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难道就活该,永世不得翻身吗? 另外呢,美国混乱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让拜登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备受质疑 现在操盘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质询 这个要求呢,这个辞职 那么这对于布林肯和拜登政府来说,可谓压力山大 因此我们看到了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特别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领导下的西方恰恰就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我们今天就以上的话题聚焦西方道德性缺失这一个根本性议题 根据媒体最新报道的视频就显示 2007年的7月,两名驻伊拉克美军飞行员驾驶着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杀害了12个伊拉克平民 并且在视频中喊叫打爆他们等等 那么被杀的12人当中 其中包括一名22岁的路透社的摄影师以及他的司机 那么射击结束之后 两名美国飞行员还对现场进行了嘲笑 那我想呢,即使关于美军在战争发生的相关国家进行针对平民的暴行呢 实际上媒体呢也是多有报道 但是很多时候呢只是一些说法并没有真实的画面以及视频 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一个啊 美军阿帕奇的这个武装直升机屠杀12个平民呢 这最新的这个视频被报道了出来 而且飞行员的对话呢也听得清清楚楚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看一看 可以说呢是相当的暴力 那么这样的画面呢坦白说比你用文字描述出来的这种啊视觉的冲击感呀 另外呢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算是实锤了 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这对12个平民的屠杀是伊拉克的部分 那么阿富汗的屠杀平民事件呢实际上近期也被曝光 8月29日美军声称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呼罗山的一辆汽车实施了空袭 那么汽车呢被击中之后产生巨大的二次爆炸表明其再有大量的爆炸物 但是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记者呢去现场探访才确认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第二次爆炸这种事情 美军此次空袭反而造成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10个平民的死亡 其中最小的一个儿童才刚刚两岁 那么本月的10日美国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就指出 美军8月29日的这一次行动没有打死任何的恐怖组织 而是一场这个误杀受雇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阿富汗救援人员 以及前来迎接他的儿童 当时呢据说是这个啊车子开回去啊就是开回家了嘛 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呢哎看到这个家人开车回来了都围上去对吧 那这个小朋友就是喜欢这样结果呢汽车就被美国的无人机导弹给击中 那么所有的儿童都围在汽车旁边就这样全部失去了生命 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在声明中指出啊这个呢是 这个打击的是恐怖组织啊我们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而且针对呢这个喀布尔机场的恐怖组织袭击呢 美国呢实际上对内有个交代啊我们把这个坏蛋对手给打死了等等 那实际上呢这仅仅就是一个啊这个军方的说法 最后事实的调查结果呢发现美国军方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在调查了此次事件的幸存者并且查看了监控摄像头的录像 以及卫星图像之后就发现啊首先第一呢现场是没有二次爆炸的痕迹 另外呢就是说啊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司机本人的身份 其实也就已经被确认了 因为他就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 而且呢已经为美国工作了14年的时间 那么负责向啊需要救济的阿富汗人分发食物啊就做这件事情 那么8月29号呢这位人士他生活一切如常 并且呢继续啊在这个美军撤离之后还在履行他的职责 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啊那并且呢我们看到 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而且往车里面呢是装上了水 因为当时呢整个喀布尔的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呢生活的地方呢是缺少水 因此呢他在工作之后就往车里面装了一些桶装水 结果就被美国人以为啊那就是恐怖袭击的炸弹 所以呢当这位名为埃哈迈迪的人开车到家之后 他的车呢就被孩子们围住 而美国的无人机打击小组就称 他们看到了恐怖分子于是就进行了打击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场人间的悲剧 那么美国军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进行这样的军事打击造成十名无辜平民的死亡 最让人痛心的最小孩两岁的孩童 你说他是恐怖分子 这简直是害人听闻 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近日媒体广泛报道美军阿富汗屠杀平民 那么也有国际舆论呼吁对美国进行追责 面对国际社会广泛的质疑和一致的谴责 美国方面不能就这样企图门混过关 一走了之必须彻查真相 给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我想呢西方道德性的缺失不仅仅存在于战场上的滥杀无辜 以及内部社会的种族歧视 在涉及到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 也是充满着双重标准和虚伪性 德国媒体近期有一个论调 那么特别就宣称 让中国重新回到贫穷的状态才能够确保西方的安稳 此话一出引发热议 德国之声媒体9月13号指出 中国对富裕的追求 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感受到了安全的威胁 该媒体认为白宫已经承认 西方国家的安全建立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呢中国一穷二白 最好呢永远的穷下去穷死 这样呢西方就能够保持它的优越性 而这种想法在道义上是否能够行得通呢 对吧难道不觉得这样很卑鄙无耻吗 于是乎呢外界就有很多评论 德国的焦点杂志以美国的恐惧中国对富裕的追求 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为题 刊发评论就指出 中国人对富裕的追求正在引发 美国失去霸主地位的恐惧 这两种情绪相互交杂 那么将奠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格局 文章还引述澳大利亚前总理近期的表态 谈到中国的问题在于 这个巨大的国家具备了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潜力 在美国胜利论者的眼中 仅这一点就已经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过好日子 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原罪的 中国人怎么能过好日子呢 对吧中国人怎么能吃得饱穿得暖呢 对不对你应该是一塌糊涂呀 否则怎么体现出我白人我西方人的优越性呢 其实这个东西讲白了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在文章里面还特别谈到 1980年代 那么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大概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那当时呢这个可以说啊 整个的分工情况 那么非常清楚 主次呢也相当明确 到了2020年 中国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0%的水平 紧张程度也就上升了 现在特朗普下台了 美国优先的政策却还在继续 于是乎作者就认为 当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也赶上美国的时候 这将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 中国世纪的开启 文章指出 这将牵涉到许多高度政治化 伦理化的问题 就包括中国的相对贫困 是否是21世纪西方安全架构的前提条件 文章就认为白宫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也就是说 只有中国穷西方才能够安全稳定 那么这一点论调呢 对于中国来说呢 是根本不可接受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说一个笑话 或说一个非常偏激的说法啊 实际上并非如此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科技贸易全方位的围堵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呢 中方有这个发展自身的权利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针对美国包括西方的这样一种论调 就是说中方好像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让自己变得更好 好像就是有原罪一般 那么于是后呢 中方在不断的在这个和美国交涉和西方交涉的过程中 特别强调这个联合国之下 全世界各国各组人民都有发展自己 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权利 实际上这本身就不应该提出来 就像人要吃饭才能活着一样 普世价值普世道理 但是呢现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强调这样一点 实际上这个强调本身这样的现状就已经相当的荒诞不羁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是否可以 是否能够持久的拒绝中普通的中国人 享有西方民众应享有的生活水平呢 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滑稽的问题 德国之声则质疑西方的这种想法呢 在道义上是否行得通 事实上美国政府多年的美国优先政策 已经引发了其国内及国际社会的部门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份发表抨击拜登版本 美国优先政策正在给全世界散播痛苦的文章 坦言拜登的经济刺激政策正在伤害全世界 使贫困人口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经批评指出 美国伙伴和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认为 当今美国根本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美国打折美国优先的旗号 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退群毁约成瘾 那么动辄呢制裁威胁 美国已经将自己置于国际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 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在今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各国紧缺疫苗之际 美国大搞优先主义 被爆出仓库中囤积上亿疫苗 而同期呢不少国家甚至还未接种一剂的疫苗 据悉在当时占全世界总人口 4%的美国却抢购了全世界疫苗总量的25% 那么也就是大概2526亿剂 一度引发各界的震惊和愤慨 对于美国一直以来的这种优越感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表态指出 近几年美国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 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再背弃自身的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 严重地冲击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王毅就表示我们相信各国都能够做出正确和明智的判断 不被美国少数政治势力裹挟 共同防止世界被拖进冲突对抗的新冷战 共同防止全球化的进程被粗暴打断 纵容霸凌保证不了自身的安全 反而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 各国应该行动起来抵制任何单边和强权的行径 捍卫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的大局 而在今年的三月份 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当中 中方发言人杨洁篪的讲话 也向外界展现出中国对当前美国霸权主义和美式优先的强烈反对 所谓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证实这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才酿成了今天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 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区陷入的反恐战争的泥潭 现在美国国会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多番指责 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当地时间13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问题出席国会听证会 多名共和党议员斥责布林肯在美国撤离阿富汗问题上处理方式不当 应当引咎辞职 在13日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多名议员对于美国撤军方式 以及布林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俄亚俄州的议员斯蒂夫查伯特指出撤军计划充满致命的陷阱 缺陷 同时被粗糟糕的执行 布林肯应该立刻辞职 纽约州议员里泽尔丁和田纳西州的议员蒂姆 伯切特也提出类似的要求 南卡罗纳州的议员乔维尔森认为 离奇的撤离方式是导致卡布尔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发生的这些原因 布林肯应该为此引咎辞职 维尔森还称 美国政府没能够成功的对南部边境的危机 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全球反恐战争尚未结束 这场战争已经从国外转移到美国人的家中 对于多名议员要求自己辞职 布林肯并未给予正面的回应 但是即便是继续坐在美国国务卿这个位置上 后续的任期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 回到西方的国家道德性缺失的问题之上 我们看到著名的学者郑永年特别撰文指出 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真正的破坏者 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呢 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 那么谁在破坏这些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国际规则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理性的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你就会真正的发现破坏者就是美国 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就先后退出 世界卫生组织WHO 巴黎气候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联合国组织和国际机构 此外美国一直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相反中国一直是保护这些国际秩序 不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或者是革命者 甚至连改革都相当的谨慎 中国充其量呢就是一种接轨 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另起炉灶 按照西方的逻辑 中国走向强大肯定会组建自己的阵营 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就在强调 要组建一个所谓世界队来对抗所谓中国队 但是中国并没有所谓的阵营 也没有所谓的中国队 那么中国规规矩矩的待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 没有搞拉帮结派 一些西方人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中国 比如有人指责一带一路倡议 或者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说他们破坏了规则 以亚投行为例 他完全接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规则 主要呢是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提供融资支持 这也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没有做的事情 所以亚投行诞生 没有抢别人的饭碗 而是对国际规则的一种补充 因此呢 中国并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者 而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改革者 一个补充者 西方国家早期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一套 通过在拉丁美洲 非洲等地建立殖民地来进行资源的掠夺 支撑其各个国家内部的发展 实际上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各种发达 对吧 这个特别是欧洲和美国 当然从当早期的荷兰到西班牙到英国 那后续呢 德国的崛起 法国的这个发展 那再到美国的发展 实际上就是一部这个人类的殖民掠夺的悲剧 但是呢 这样一场殖民掠夺的悲剧呢 却没有进行很好的反思 世界各地的 你就不要讲其他的 你就看看大英博物馆啊 或者是法国的博物馆 其他国家的 欧洲的这个 有多少世界各地的这个奇争异物 对吧 就是那么多的国宝 都被搞到了欧洲去 那么美国呢 在全世界呢 通过他的炮剑外交 又开辟了多少的海外殖民地 或者说呢 海外的现在来说呢 就是各种军事基地 来干涉各个地方的这个事物 来获得他的好处 最为典型呢 就是在中东所爆发的战争 来控制中东的石油 或者说叫做呢 石油美元 那么我们看到呢 现在的中国在非洲 亚洲的投资和元件 被西方污蔑为所谓的掠夺资源 甚至被扣上了一种叫做新殖民主义 或者说叫做债务帝国主义的帽子 但这是西方自己的经验 不是中国的视角 中国看到了当前国际秩序的问题之所在 中国一直在帮助非洲 亚洲等一些国家 建铁路 高速公路 医院 体育馆 学校等基础设施 那么中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自己本身也是这么样子走过来的 这样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规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定义规则 不是像美国那样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 而是先接轨学习西方的规则 之后再形成自己的规则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也学习了西方很多好的规则 那么下一步 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 就要继续消化吸收世界上好的规则 同时结合自己的情况 完善强化 补充现有的国际规则 那么下一步 中国真正对世界的贡献 可能就是来自标准与规则的贡献 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 中国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对于非洲拉丁美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中国的规则和方案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非西方 而不是反西方的选择 因此我们看到 郑永年教授认为 世界不会完全的脱钩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经历了一波所谓超级全球化 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丹尼·罗德里克 在这一波的超级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美国家 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 为主导推动私有化 金融自由化 资本 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 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 伴随资本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西方国家也纷纷把那些技术含量较低 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就带来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 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还是以西方发达国家 均是这波全球化的最终受益者 但是不少负面效应也随之浮出水面 最大的问题在于超级全球化发展到今天 几乎没有一个主权国家 仍然拥有完全的经济主权了 要知道 虽然中国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但国家单元仍是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不能失去所有的经济主权 以英国为例 英国推行萨切尔新自由主义 得到了一个伦敦金融城 但却放弃了整个制造业 英国脱欧实际上也与此有关 再看看美国 美国虽然号称拥有最先进的医疗体系 但根据美方的统计 80%多的美国医疗物资靠中国供应 还有90%多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也是依靠中国 在这一波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成为一个尖锐的安全生产问题 另一个失去经济主权的后果就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 从过去的大概70%下滑到约50% 中国也并非诠释这个全球化的受益者 一方面中国得以引进许多西方的先进技术 成为技术应用大国 另一方面却缺乏原创技术和研发动力 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许多人假定世界市场永远存在 缺什么就去世界市场上购买 而如今受到美国打压和封锁 华为等企业面临困难 从长期历史来看 世界市场不存在实属正常 存在只是一种运气 迷信全球市场是不对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进入了有限全球化的时代 有可能会回到类似1945年 至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的特征 这个阶段的全球化 资本技术还会继续的流动 但是会受到限制 贸易程度会相对降低 各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强化一些 类似于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那样 这个情况总是有所差别 但是那个阶段 每个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还是相对完整 所谓的美国制造 日本制造 德国制造 基本上生产的都是整个产品 但是80年代以后 很多产品已难以确切地说出 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了 人们所说的中国制造 更多的是中国组装 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 亚洲甚至西方国家 各种零件原材料 来自中国最后组装 再进行出口 美国基本上把附加值技术含量 相对较低的产品制造 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来进行 其中就包括芯片制造 现在人们说美国控制了芯片 但实际上只是控制了芯片的设计 美国的芯片制造环节已经流到了 诸如像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韩国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现在各国还能不能生产整个的产品呢 在经历过了之前那一波超级全球化之后 现在很难可以说再回到那样的状态 美国不可能把所有的生产链都搬回去美国 日本德国等国家呢也不可能 所以各国经济之间生产之间的相互依存 这个关系呢很难彻底的改变 简单的说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经济体 郑永年教授就认为 从大历史来看 经济逻辑最终还是会打败政治逻辑 所以产业链的形态不会完全被改变 在经历了全球化和开放之后 每个国家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自足的经济体 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欧洲和北美的产业链受的影响呢相对比较大 但是亚洲产业链生产力不仅没有减低 发强化了 产业链的形成有其经济原理 大致符合所谓亚当斯密所说的比较优势 一旦失去了比较优势 产业链转移走了 就很难再搬回来 而产业链一旦形成 就没那么容易人为的去强行的调整 比如在美国 白宫很难强迫华尔街完全听从美国政府 白宫可能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 对产业链形成影响 但也难以改变整个经济格局 那么过去呢 全球三大供应链分别是欧洲 美国 东亚 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 这种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未来三块供应链 也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 无论是从比较优势 还是从劳动分工来看 他们有各自的特点 比如说原创性设计性的东西 还是会留在美国 但是制造环节 美国不大可能 把德国日本等的制造能力 搬到自己国家 当然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是美国 德国还是中国 都想往产业链的上游走 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所谓去中国化的说法 过于极端 全球化是资本的逻辑 资本是开放的 就是要走向能够赚钱的地方 所以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全球化 不会中断 中国同美国 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 不会完全的脱钩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全的一个国家 拥有各门类的工业体系 同时呢 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单一市场 目前拥有4亿的中产阶级 未来根据官方的规划 这个数量还要翻一倍 消费潜力巨大 在许多的领域 中国人用什么 吃什么 不吃什么 就能够决定许多产品 在世界市场的价格 因此要有信心 中国能留住西方的资本和技术 2020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在技术上 中国面对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围堵 不可避免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技术领域已经有40多年的经验积累 从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看出 过去中国的科技也是很辉煌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是应用技术的大国 现在呢 是慢慢的要转向为这个科技创新的大国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忽视 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还基本上是分割 规则还没有被完全的统一 比如说 珠三角的规则和长三角的规则就不太一样 长三角跟金经济的规则又不太一样 即便是长三角珠三角内部各种规则也没有统一 贸易投资规则等都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应该利用内循环的机会把中国国内的规则统一起来 这种通过统一规则释放出来的劳动生产力是难以计量的 未来呢 也是潜力巨大的 郑永年教授认为未来的世界是深度多元化的 以前的世界格局被称为一超多强 一超指的是美国 多强指的是中国 俄罗斯 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但是世界的形势呢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多极化不足以形容这种变化 未来世界是深度多元的 简单来说美国还是强国 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强 有些方面衰落 而有些方面依旧是领先于世界 中国俄罗斯日本也是一样 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是多元发展的 相互交错的复合体 那么现在讨论所谓的修西底的陷阱 一个国家替代另一个国家都是非此即彼 都是错误的观点 所以人们呢要走出这个冷战的思维 用真正多元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 从经济重心来看 近代以后世界经济重心曾经分别在欧洲和北美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 加上呢日本等传统强国的存在 世界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 未来20年至30年甚至更长时间 这种局面也不会改变 郑永年教授认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 中国可以说一直是亚洲秩序的一个稳定支援 客观上来看中国早就已经是亚洲经济的稳定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的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每次都能扮演稳定器的角色 未来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不断作大 以及向技术链条的上面这个攀登 那么中国还将起到引领性的作用 稳定和引领 这将是成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 那么说到整个亚洲的崛起 实际上我是颇有感受 我们知道在亚洲有一个国家 就是新加坡 国家不大 但是这个国家在全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 历历代代新加坡的领导人和新加坡的智库们 他们始终既中西合璧 又兼顾世界的文化的多元性 那么能够理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又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交流 那么有深入的接纳 因此产生了对整个亚洲发展来说 非常好的思想智库 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很多领导人 特别我最近经常引用的一个学者 就是马凯硕他的观点 就非常具有亚洲视角亚洲观点 那么现如今亚洲的发展呢是相当的快速 领先于世界其他的地区 而整个亚洲的发展 从早期的日韩新加坡 那么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 再到整个的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还有呢就是印度 那么后续依旧有其他的潜力地区 比如说这个孟加拉国人口众多数亿人口 比如说巴基斯坦 再比如说中亚地区 随着美国势力撤出阿富汗 那么整个中亚地区有望迎来一个稳定发展的 这样一个前景 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通过铁路把这个整个欧亚大陆连接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整个中亚地区 他就啊 以前呢很多中亚国家 由于是大陆国家啊 没有出海口啊 如果通过铁路可以将整个贸易贯传起来 那么未来呢 中亚国家包括中东地区呢 恐怕会形成一个大的发展的板块 那也就是呢 亚洲文明的崛起 以及呢大陆板块的崛起 如果亚洲文明和大陆板块 这两大发展模块的这个能够崛起 并且能够这个牢牢的捆绑在一起呢 那么可以说 这个两大板块的中心点都是中国 亚洲崛起的中心点一定是中国 就像前面我说的稳定和引力 那么整个的大陆板块的崛起呢 中国依旧是一个核心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 所以未来呢 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呢 是前景相当的广阔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对未来呢 是充满信心 虽然现在面临美国的围堵 可以这么说吧 一个大国的崛起呢 必然会有很多的困难 对现有世界格局造成重大的冲击 那么自然就像一个做改革一样 总归呢 会有些人的利益 会碰到 那么碰到这些人的利益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制造困难 希望呢 这个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历史的车轮呢 滚滚向前 可以说呢 现在这个趋势 就是亚洲整体的崛起呢 已经成为亚洲人民的共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大陆板块的崛起呢 也成为了大陆国家啊 大家的这个一起所期待的未来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我认为这个大趋势呢 恐怕美国的围堵呢 终将会失败 我们对未来呢 这个抱持信心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 by bwd6